不過昨天啊 我的好兄弟吳子佳 他就來講劉寶傑了 他說 寶傑啊 你怎麼 你怎麼做到一半又停啊 他說 東森沒有去提告 那個吳子佳認為東森應該要去 提告自由時報 去提告新華社 東森想一想自己都怕怕 欸 文化部跟陸委會就直接摘你張欸 說有這件事欸 結果你東森不敢告他 你現在知道你碰到什麼政府了 你如果是一般老百姓你撐得住嗎 這個就是民進黨要塑造的氛圍啊 你可以想像有這麼劣質的 媒體自由時報嗎 你要登這種新聞 沒有一張照片 沒有一張影片截圖 說趙伯走進東森 沒有欸 沒有證據欸 也沒有訪問東森的任何人 證實有這件事欸 你就先開幹欸 你知道吧 把寶傑給氣炸了 劉寶傑就說啊 他氣得扇自己的耳光啊 如果中國有派人叮燒我的節目 你現在就抓我走 我一個屁也不放 就是這樣啊 就是這樣的一個事件啊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未來我們台灣可能會發生很多類似的事件啊 完全止虛烏有 他影射到讓大家有這種FU啊 那為什麼他能這樣幹 因為他手上有不負責任的政府啊 陸委會說有喔有這件事喔 文化部說有喔有這件事喔 NCC說如果查暑時要罰款還要停播喔 你認為大部分的老百姓會聽到什麼聲音 當然是聽到政府的聲音啊 然後你是第一大紙媒啊 民進黨的支持者會看到啊 你綠媒又跟進啊 所以這一群活在你的洗腦的 信息檢訪裡面的人 他們就只看到這種訊息啊 你看這有多可惡啊 他就在教你啊 就你就是活在一個這麼可怕的地方啊 李民進黨執政欸 趙博新華社這個記者啊 他本來就兩個月會輪掉啊 他就回去了啊 那請問蔡英文在幹嘛 李賴清德前面也是蔡英文執政欸 你蔡英文怎麼都沒有去管啊 那民進黨是不是要回答一下 蔡英文是不是要揹這個鍋啊 表示你管控不佳啊 讓人家可以監控東森啊不是嗎 我根本認為就不是這樣 根本就是你完全造假 這國安單位就是個混蛋 就是這樣 就國安單位啊 不然我自由時報莫名其妙要做這件事幹什麼 我自由時報我有什麼理由要去得罪公東森啊 沒有動機嘛 自由時報會做這件事只有一個原因嘛 政府交辦嘛 說有這件事喔 你去查一下喔 結果就有一個人跳出來了 他講的任何事情我都認定就是賴清德 因為他就是賴清德任用的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男生的第一名 沈柏洋 沈柏洋說什麼你知道嗎 沈柏洋說喔 啊這件事我兩個月前我就聽說了 兩個月前就聽說了 兩個月前你怎麼不告訴蔡英文啊 沈柏洋後來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哎呀因為我沒有證據啦 這個說出來不好 所以我就 因為我沒有證據喔 所以我就不好開記者會 我不好爆料 欸對不起啊 你是黑熊學院 專門在搞認知作戰的院長欸 你好歹要去跟國安單位報告 去跟蔡英文提個醒吧 我根本就認為是國安單位告訴他了 說哎呀有這種事啊 這個新華社的記者在很多媒體串門子啊 告訴沈柏洋啊 那沈柏洋就把它記在心裡啦 那因為他跟王毅川啊兩個大寶貝啊 兩個人都常常自走炮啊 就把很多秘密都講出來啦 王毅川在監控 那個在野黨的群眾啊 自己講出來啊 電信公司用大數據啊 沈柏洋也是啊 國安單位跟他講的事情他就自己爆出來啦 他就說這個我兩個月前就知道了 兩個月前啊 我跟各位講啊 這件事情 如果那個節目開播是3月30號 那兩個月前時間還真的差不多欸 那結果人家劉寶傑東升 查了所有的監控帶 根本沒看到有任何人跟趙柏見面啊 也沒看到趙柏走近東升啊 而且來賓沒有一個認識趙柏啊 劉寶傑的來賓都是多大咖的人 你去看一看 吳子佳 黃世聰 這些人是誰便你可以命令 要講什麼就講什麼啊 意想天開欸 結果他就給你登出這種新聞啊 那沈柏洋就跟賴清德一模一樣 我就跟你講他就是賴清德的翻版嘛 你碰到事情就慫啦 說哎呀我沒有爆料啦 因為我沒有證據啊 那你既然沒有證據 為什麼自由時報寫出來 你看這是不是一條龍啊 每個人到家 都在扮演很多不一樣的角色啊 都在扮演很多奇怪的角色啊 你看劉寶傑說的啊 我們已經問過所有的來賓 調過電視大樓監視器 都沒有人看到新華社記者 你敢放話你就給我負責任 你不要在那邊引射 每次都把抗中保台做為內部鬥爭 你就把人給我找出來 不要給我轉移話題 每天都在講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就是給你做政治鬥爭用的 真的是氣炸我如果是保潔 我一樣氣炸 所以我認為劉寶傑表現得非常棒棒 這個態度完全正確 不過昨天啊 我的好兄弟吳子佳 他就來講劉寶傑了 他說寶傑啊你怎麼 你怎麼做到一半又停啊 他說東森沒有去提告啊 那個吳子佳認為東森應該要去提告自由時報 去提告新華社 事實上提告新華社很奇怪啊 因為新華社又沒來 你要提告個屁啊 我們應該說提告NCC 提告文化部 提告陸委會 提告自由時報 東森想一想自己都怕怕 文化部跟陸委會就直接摘你張欸 說有這件事欸 結果你東森不敢告他啊 你現在知道你碰到什麼政府了吧 你現在知道你碰到什麼政府了吧 連東森這樣的大的媒體 被人家這樣栽贓 污蔑 下流的詆毀 不敢告文化部 不敢告陸委會 不敢告自由時報 你如果是一般老百姓你撐得住嗎 這個就是民進黨要塑造的氛圍啊 好 好 好 我的lie